在娱乐圈中,绯闻和浪漫秘文总是能够引发广泛关注和热议,而最近,伴随着几张惊人的照片和一段神秘的视频,肖战与杨子这对人气演员的蜜月旅行被曝光,再次点燃了网友们的八卦热情与猜测之火,事情发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黄金周假期,沉浸在假期欢乐中的大众,万万没想到,他们的两位偶像正悄然享受着属于他们的甜蜜时光。 起初,这段蜜月旅行的传闻起源于一名游客在海边度假的经历,他无意中拍到了在海边牵手漫步的肖战与杨子。 照片中两人亲密无见,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起初,网友们纷纷质疑这只是恶搞或者是误会,毕竟两位当红明星在众目睽睽下公开约会实在是难以置信,然而,随着更多照片和视频的曝光,大家开始意识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狗仔们更是如虎添翼,全力跟进,最终拍下了更多两人甜蜜互动的证据。 照片显示,肖战和杨子俩人穿得十分休闲,通过一条小路走向海滩,当他们停在一处风景优美的礁石旁时,肖战温柔地将杨子揽在怀里,两人低语轻笑。 仿佛周遭的一切与他们无关,这一幕让无数CP粉为之疯狂,也使得肖子这对荧幕情侣在现实中有了更多的向心力。 随后的几天里,关于肖战与杨子的蜜月旅行持续发酵,各大社交媒体平台都成了他们的天下。 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这是真的吗?这对CP真的成真了?肖战和杨子太甜了,柯定这对了。 终于看到他们现实中的幸福,连空气都是甜的。 然而,事情并不止于此,随着狗仔们的不懈努力,更多关于他们私生活的细节被揭露出来。 两人在一家著名的意大利餐厅浪漫共进晚餐的照片也被曝光,席间,肖战体贴地为杨子布菜,两人不时交换眼神, 彼此间洋溢着满满的爱意,一位目击者透露,他们就像是热恋中的情侣,分为特别温馨、甜蜜。 无论是沙滩漫步,还是在餐厅共进晚餐,肖战与杨子的每一个互动都充满了爱与甜蜜,这些画面让人们更加坚信,他们的感情是真实而深厚的。 粉丝们在社交媒体上疯狂转发这些甜蜜瞬间,同时表示,这对是真爱无疑了。 肖战和杨子的爱情故事,真是偶像剧中的经典场景。 在一档热门的娱乐访谈节目中,主持人直接向肖战和杨子的共同好友询问他们的关系, 这位好友微笑着说道,他们的确非常亲密,也很般配。 其实我们这些朋友早就知道他们的感情,只是一直尊重他们的隐私,希望他们能有更多时间培养感情。 这一席话无疑是默认了肖战与杨子的恋情,引起了更大范围的讨论和关注, 人们不禁开始猜测,他们的感情究竟是何时开始,又是如何发展到如今这般深厚, 这一切都为大众留下了无数悬念和猜测,也让大家对他们的爱情故事更加期待。 在这对甜蜜情侣的背后,其实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早在合作影视作品余生请多指教之前, 肖战和杨子就已经是很好的朋友,拍摄期间,两人因为长时间的相处和默契的合作, 逐渐从朋友变成了恋人,从最初的心动,到后来的甜蜜互动, 每一个细节都是他们爱情的见证,两人的恋情虽然一度隐藏, 但他们对彼此的爱意却从未改变,在一次庆祝余生请多指教杀青的派对上, 杨子悄悄地给肖战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直象征爱情的手工戒指。 肖战当时感动不已,两人四目相对,这份真挚的感情让在场的工作人员都感受到了那份温暖, 其实,早在合作的过程中,一些细心的粉丝就发现了他们之间的甜蜜互动, 有时,杨子在接受采访时无意中提到肖战的细节, 或者肖战在社交平台上对杨子的关心,都被视为他们在暗中传递爱意的信号, 只不过,当时大家还认为这只是普通朋友之间的默契, 终于,在一场盛大的颁奖典礼上,肖战和杨子决定不再隐瞒他们的感情, 当肖战上台领取最佳男主绝奖时, 他突然看向台下的杨子,深情而坚定地说, 谢谢一个特别的人,他一直在我身边支持我。 杨子感动得眼眶湿润,起身鼓掌,捕捉到这一幕的镜头下, 满是两人彼此的心爱。 颁奖礼结束后,肖战主动在后台牵着杨子的手, 两人微笑面对镜头,这一画面迅速登上微博热搜, 网友们纷纷留言,终于等到了。 肖战和杨子在一起的感觉真是太棒了。 这不就是我们心中的神仙爱情吗? 祝福肖战和杨子,愿你们一直幸福。 公开恋情后,肖战和杨子迅速成为了娱乐圈的焦点, 但他们依然保持低调,努力平衡工作和生活, 在他们的世界里,最重要,肖战和杨子, 这两位在娱乐圈备受瞩目的年轻演员, 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 他们不仅在影视作品中有着出色的表现, 还在生活中展现出了极高的默契和亲密度。 然而,尽管外界多次传出他们的绯闻, 但两人始终没有正面回应, 直到这次,他们终于不再隐藏。 大方帝承认了彼此的感情, 据悉,肖战和杨子是在一次合作中相识的。 当时,两人共同出演了一部热门剧集, 剧中的感情线让观众们为之动容, 而现实生活中, 他们也因为这部剧结缘, 逐渐产生了感情。 然而,由于工作繁忙, 两人一直没有时间好好相处, 直到最近, 他们终于找到了机会, 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在这期间, 两人不仅一起游玩, 还被拍到了牵手约会的照片。 照片中, 他们手牵手漫步在街头,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这一幕让粉丝们感到既惊讶又欣喜, 纷纷表示支持他们的恋情。 而肖战和杨子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他们大方帝承认了彼此的感情, 并表示会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爱情。 事实上, 肖战和杨子的恋情并非一时冲动, 他们在相识的过程中, 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 也见证了彼此的成长和变化。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经历, 他们才能够更加坚定地走在一起, 而这次公开恋情, 也是他们对彼此感情的一种肯定和承诺。 当然, 作为公众人物, 肖战和杨子的恋情自然会受到外界的关注和议论, 但无论如何, 他们都选择勇敢地面对了这一切, 他们相信, 只要彼此相爱, 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 而这种坚定的信念, 也让粉丝们对他们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和杨子在公开恋情的同时, 也不忘呼吁大家关注他们的作品, 他们表示, 虽然现在是恋人关系, 但在工作中还是会保持专业的态度, 为观众带来更好的作品, 这种敬业精神, 也让人们对他们的未来更加充满期待。 总之, 肖战和杨子的恋情曝光, 无疑是近期娱乐圈的一大新闻, 他们的勇敢面对和坚定信念, 让人们看到了年轻一代明星的成长和担当, 而我们也期待着, 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 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感动的故事。 在娱乐圈, 明星之间的恋情炒作早已屡见不鲜, 为了维持热度, 吸引关注, 不少明星会通过各种手段来制造话题, 其中就包括与圈内好友的绯闻, 肖战和杨子作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明星之一, 其恋情传闻无疑能引发巨大的关注度和讨论度。 因此, 有观点认为, 这次所谓的蜜月旅行很可能是两人或团队为了某种目的而精心策划的炒作, 当然, 也不能完全排除两人之间确实存在特殊感情的可能性, 毕竟, 在娱乐圈这个高压环境下, 明星们也需要寻找可以倾诉心生, 相互支持的伙伴, 肖战和杨子在多次合作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这种友谊在某些时刻可能会升华为更深的情感, 但无论如何, 这种情感是否达到了真爱的程度, 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支持, 对于CP党们来说, 肖战和杨子的恋情传闻无疑是一场狂欢, 他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表达自己的喜悦和期待, 甚至有人开始为两人规划未来, 然而, 在这场狂欢的背后, 我们也应该看到CP党们所面临的现实考量, 一方面, CP党们需要保持理性, 虽然明星之间的绯闻能带来短暂的快乐和满足, 但过度沉迷其中可能会导致对现实生活的忽视和逃避, 另一方面, CP党们也需要尊重明星的隐私和选择, 无论肖战和杨子之间是否存在恋情, 这都是他们个人的事情, 不应该成为被公众过度关注和议论的对象。